2月1日也就是大年初一 国足将在客场对阵越南队 比赛地点是越南的美亭体育场 根据越南媒体消息 越南将对球迷开放一半座位 届时将有近2万人现场观战 虽然越南足球成绩在世界足盘不值一笔 但近些年他们的足球水平 国字号球队实力却有了很大进步 成绩在东南亚占据一席之地 而越南浓郁的足球氛围也让人惊叹 每当他们的国字号球队有关键比赛时 酒吧 体育场等公共场所就聚集 众多助威的球迷在球队取得佳击后 无数越南球迷涌上街头 骑着摩托 冥想拉放 四一庆祝 大年初一 近2万越南球迷营造的魔鬼主场 必然会给国足带了新领大力 加上国足又是刚刚踢完日本的客场比赛 比赛的困难可想而知 除了比赛 不小的安全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2万多人现场关闸 相关部门一定要组织做好防疫措施